怎麼辦 GG了 如果可以的話 就直上 真的難搞耶 我是Long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這支HANK的銀錘 那這支HANK的銀錘大家有沒有發現哪個地方有稍微不一樣的地方 看出來了嗎 大家要跟分享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個頭的頭頭的部分 他已經變成一個香菇狀了 那正常來講的話他會是像這樣 好所以我們今天呢因為我這支錘子的 紅銅頭的部分已經扁掉了 那所以我們今天要把這個頭換掉 那我們今天就趁這個機會來換給大家看一下 那如果大家之後這個紅銅頭如果扁掉的話 大家可以自行更換這樣子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個 你要如何判斷他是不是老手 你就要看他的銀錘就可以判斷得出來 像如果錘到這樣的程度他 應該一定就是老手 其實我這一個銀錘應該已經有超過80路以上 那紅銅頭他的特性就是他會越敲越便 那也代表他的吸震能力 就今天來換給大家看一下 除了換頭以外呢 那我想說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用這些銀錘經驗分享 那因為銀錘這個東西其實 從便宜到貴的 其實都非常多 那也很多人是買五金行那一種 一支可能100 200的 這種大型的這種 錘子 鐵的來錘 也有 或是橡膠錘也有 那其實都可以用 今天就針對這些錘子 來跟大家分享我的這些使用的經驗 跟給大家的一些建議 好那第一支這一支呢 這支是我Snowpeak的錘子 那時候這一支錘子是全部都是 鐵的 然後他是沒有銅頭的 那因為當然也是因為當時候 價格因素的考量 叫我買一支錘子 Snowpeak的銅錘好像是快2000塊吧 那這個錘子就比較便宜 好像1000多塊而已 那我想說那不然就先買這個來試試看 在89年前 其實沒有像現在 這麼多各式各樣的品牌 或是各式各樣的錘子出現 那你想要買一支品質好一點 是For Loon專用的錘子 當時候就是應該是Snowpeak 他的這個品質是最好 然後是For Loon用的 那鐵錘的話就是他 沒有吸震效果 所以說你在錘的時候 你的手一定會比較正 你當時候在買的時候你也不知道到底什麼是正的感覺 就是你垂一兩支 釘子其實你不會有感覺 但是 五六根或是甚至十幾支的時候 你到後面手就會非常的疲累 沒比較沒傷害 然後這時候呢 如果你又有一個好朋友 他拿了一支銅錘出來說 欸 用用看我們這個銅錘吧 一錘下去 簡直又驚為天人 因為他的銅錘是可以吸震 釘子 反饋給你的這個力道 會被他的銅頭所吸收 錘過我朋友的銅錘之後呢 就接著就去買了這支 Snowpeak的銅錘 又過了幾年吧 市面上有 各式各樣的這個錘子出現 這一家TKS也是我們台灣的品牌 也是做銀釘 起家的 那他做的銀釘其實是非常非常強 我到現在也還在用 這個造型是不是就非常的帥 這個袋子呢 是這個 真皮的 所以說這個整個 感就是非常的棒 那這支錘子的特性就是他的這個錘頭的 這個地方是比較 重 他的配重是比較重 所以你在錘下去的時候 你是可以比較省力 那但是相對的 因為頭重的關係 所以你在 拿起來的時候 再錘下去 再拿起來 拿起來那一瞬間 你會花比較多的力氣 錘的釘子越多 其實 他的這個配比 你的手也是相對性 會比較容易疲勞一點 因為你要用的力道會比較多 就是這個拿起來的這個力道 所以呢 那時候市面上就有這支 叫HANK的這個銀錘 那 那時候這個HANK的銀錘 稱之為銀錘的天華板 因為這支銀錘就要3000多塊 快4000塊 我想說 這銀錘會不會太貴 快4000塊銀錘 它到底是貴在哪裡 有這個價值嗎 就是第1個 它的這一個 主要是因為它的這個 當然主要是它也是因為紅銅頭 因為我就喜歡用這個紅銅頭的銀錘 因為它真的吸震會比較好 它的這個整個配重 是非常的平均 頭的設計的重量 沒有像剛剛TKS那支那麼重 比較均勻 比較平均 就是你不管在錘或是起來 這個會比較輕鬆 尤其是錘這種熊杖 這種印第安杖 或是特殊老杖 釘子超多的時候 你這錘到會錘到哭出來 後來就是用了這支HANK的銀錘 出琴率是最高的銀錘 我幾乎後來露營都是帶著它 出去做使用 這樣子 那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會忽略的一個細節跟重點 很多錘子上面都會有附這個 可是很多人都會忽略到真正的用法 然後甚至就不用它 那很多人在錘的時候都是這樣在錘的 然後這個繩子 有些人就會直接拆掉 那其實這個繩子是非常好用的 正確的用法其實你是要這樣子 然後繞過去 行嗎 這樣繞過來 然後這樣握著 那這樣握著的一個好處就是 你在錘的時候把這個力量傳輸出來 錘下去那一剎那你不用用手 一定要去用力把它握住 不然它會飛出去 因為你有一個繩子 幫你牽制住了 所以你可以很放心的用力下去 然後利用這個繩子去把你的手牽制住 然後你的力量可以完全用下去 就是大家一定要妥善的利用它 它可以讓你在錘銀錘的時候 比較省力 而且比較有效率的 去使用這支銀錘 四支錘子後面都有這個拔釘器 所以這個你在 在拔釘的時候就這樣翻過去 這樣拔就會非常好用 那當然它還有價位上的差異 所以大家如果在選擇這個 垂直的時候可以依照你的預算 下去做挑選 如果可以的話 就直上HANK 我覺得是不錯的選擇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全新的紅銅頭 那裡面有這樣的一個紅銅頭 還有這樣的一個插銷 然後還有這樣的一個插銷 那這個是現在要更換的 差很多對不對 我現在來換給大家看 那它換的方式就是 你先要把這個 插銷把它垂下來 垂下來之後 這個頭才能卸下來 然後卸下來之後再把這個換上去 然後再把這個插銷 新的插銷再插回去 這樣就更換完成 最難的就是要把這個地方 給它垂下來 那因為用久了它這裡面會 這個沙拉會生鏽 我剛剛有噴了一些這個潤滑劑 WD40去鏽的 換一邊試試看 真的難搞耶 到底有沒有下去 遇到瓶頸啊 為什麼它好像感覺沒動 完了 搞不定 對啊好OK 對啊 對啊 好OK 好謝囉 好拜拜 怎麼辦 這集結束 宣告失敗收藏 我跟你講 這個 我之前換過SP的 我之前換SP的也是很難換 然後 也是換不下下來 應該是講是說我這個是錯誤示範 就是你不要等到頭已經 扁成這副德性 這副鳥樣 然後你才來換 就是它 真的會比較難換 那現在我就是把它 寄回去原廠 然後他們用機器幫我換 對啊 就這樣子 GG了 好的銀錘 讓你上天堂 那如果難到不好的錘 錘得非常痛苦 而且現在很多營地的地 是很硬的 你的手就是真的會負擔非常大 所以一支好的銀錘 真的其實它可以用非常久 已經錄了大概300多路了 但是這些錘子都還在 所以它也不會壞掉 但是你不用一次買那麼多支 但是我因為喜歡嘗試 然後喜歡試試看不一樣 所以我都買回來試 OK今天的銀錘就推薦給大家 好那 這是我的一個銀錘使用經驗 那如果說你對於 這個銀錘你有什麼問題想問 或是你用過什麼 非常好用的銀錘 你也可以 歡迎在下面留言 而且給大家 OK好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 我們下集影片見囉 掰掰